大家好 我是吕中达 欢迎来到忠实表达频道 我们今天很荣幸很高兴 邀请到富邦台湾中小 00733ETF的经纪人 舒晓婷小姐来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 因为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第一线 办我们分公司的客户投资说明会 有不少朋友问到台股走到这里 包含美股是否已经太贵太高 有没有泡沫化的疑虑 这也可能涉及到现阶段 你对行情要怎么进出操作的主要判断 那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达里欧最新的一个评估 叫做全球股市泡沫化了吗 大家可以把那个文章看一看 但如果觉得有点长 至少我们中文有些在意的报道 也不妨阅读一下 那他的结论是说目前没有 但是针对里面几家特定的公司 确实有一点泡沫的迹象 要保持追踪 我想先这样回应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 跟前面几次如果大家印象还有的话 我们前面都是针对几家投信 新募集的ETF 来做一个相关内容的说明 那这档ETF其实已经上架一段时间 00733就比较不一样 它已经是在黑板上当然买得到 那我跟各位报告 我去看了这个投信投入工会 每个月委托给台大财经系教授的 整个基金的绩效评估 就很压抑的发现这档基金往前回溯 两年三年甚至到五年 都是台湾所有原型ETF的绩效第一名 各位这段时间 我们也很习惯看这个高股息的ETF 但如果你听到我刚才讲这个统计数字 一档原型的ETF 它竟然可以绩效超越 我们很熟络很喜欢的高股息ETF 甚至在去年它一整年的绩效 是达到七成多 还超越了台股正二的ETF 逻辑上如果是多头它是两倍 你应该赚更多 结果这档00733表现是超过正二的ETF 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跟好奇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节目 来跟各位聊聊 到底这个ETF是怎么设计 它是怎么样做到 能够有这样过去回溯几年 很不错的一个绩效 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要先请教这个小婷 基金经理人 就是走到这里对现阶段这个行情 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AI为首 所带动的一个指标股的行情 或是联准会是否降息 这应该是现在两个影响行情 最主要的议题跟变数 不晓得环境对方向趋势 行情你怎么看 针对这第一个问题 麻烦您 其实在今年的目前呢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就是未来整个投资 还是要朝这个科技股上面去贴近 那特别是AI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 AI还在一个初始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 它未来有一个广泛的应用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 其实AI的制造最重要就是 有关这个半导品晶片的一个部分 那最重要就是在我们的台积电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整个台积电 它后续的一些展望跟营收 那至少一幕前来看 是相当的这个正面的部分 然后外资也持续的拉高 给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评价的部分 那再来随着整个联准会 目前的这个态势 看起来是接近要降息了 那现在有大概有七成的几率呢 是可能落在六月的部分 其实降息来讲其实对台股是有相当的注意 所以我们后续还是看好 跟这个科技AI相关题材 也看好台股未来的部分 00733ETF呢 是富邦台湾中小ETF 那我们追踪的是台子公司呢 发布的这个台湾中小A级动能指数 那这一条指数呢非常特别 它是追踪整个台湾中小型股的 具有动能表现的这条指数 那首先我们在指数的筛选逻辑上面呢 我们是以筛选市值第51名以后的中小型股 把它纳入这个成分的选项里面 另外呢我们会进入这个流动性跟市值的筛选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指数定审期 去检视它过去的这个20个营业日里的价格波动 是不是有正的报酬 也就是有提供指数Alpha值的表现的成分股 会把它纳入到这个被选股的里面 所以因此我们的这个中小动能指数呢 是只有Alpha跟Beta这个选取的精神 那当然呢我们在选取的里面呢 我们会把这个新创版的部分作为一个排除 因此我们会选出呢 这个具有代表性的50档的中小型股 作为我们的这一档成分标的 那我们也观察就是这一档的标的呢 也因为它具有动能的效果 那再加上它是一年有四次的这个调整期 所以它刚好符合我们整个台湾 是具有一个比较属于潜跌跟波动的市场 刚好它可以随着这个趋势的变动 抓住这一季的强势股 所以投资人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我们这一档的表现 纳入整个成分的一个观察的名单里面 那再来就是说富邦投信呢 过去这一年其实这一档真的非常的强 我们大概可以战胜整个加权的表现有七成之多 主要也是在于这个过去 因为刚好我们也抓到了强势股 比如说过去我们有曾经在2023年的4月份 我们有纳入一支大股票叫伪创 这段期间呢23年4月份纳入到这个23年底 这段期间持有伪创呢也为我们的基金呢也创造了 在价格上有超过200多percent的一个赚报酬的贡献 那后来因为伪创的市值呢已经突破到50名了 所以被我们的中小动能指数呢剔除了 那由此可见呢其实中小动能的这个态患呢 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那也可能可以掌握到整个这个涨势的一个状况 我想第三个问题是比较针对操作端 怎么来实物上进行就是 如刚刚稍早所谈到股市从去年第四季来走到这里 有一定的一个涨幅 那往后展望啊在投资策略上 您怎么看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投资朋友 又如何利用00733来达到它的一个财务 或是投资规划的目标呢 00733ETF呢因为我们是追踪指数的部分 所以它一年呢有四次分别是在1月4月7月跟10月份 会有做这个指数的调整 那指数调整的部分呢它会太弱流强 也就是说呢会把这个指数调整前 这一段期间呢具有alpha值正贡献的这些强势股 都把它纳入我们下一季的成分里面 所以投资人呢可以掌握就是在我们指数要调整的这段期间呢 做一个逢低参与的一个动作 那来享受我们ETF呢调整后期的这一个成长的一个动能 来完成整个中小型配置的一个状况 那其中呢我们中小型的配置来讲呢 目前我们这档ETF呢 95%的部分呢 是持有电子类股那5个percent呢是持有这个传产类股 那在前五大权重的部分呢我们持有前几名的分别 也是有包含这个银叶达 技嘉 齐鸿还有鸿基这个部分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查一下那这些名单就是跟近期很旺的这些AI题材 都是有相关的 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定期定额或是不定期不定额的方式呢 来参与我们00733的投资 好 感谢小婷哦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ETF往前回溯它的绩效原型是第一米 但它相对波动也大 所以可能各位观众朋友您在这个操作上 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个资金管控 好 然后您自己要去抓中间这个节奏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属性需求是不一样 这个是要评估的 另外一个刚刚近期也谈到 各位可能听下来说有AI有半导体 但事实上这第51名之后的里面有一些是很好的传产 那有另外的角度就是说 历经了这一波以AI半导体所带动的一个资金狂潮 如果大家也有点担心这个机器又高了贵了一点的话 其实传产里面有一些我把它叫做低机器又基本面的指标公司 那您想参与 其实这档ETF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我就做这样的补充 那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些节目内容有助于您的投资判断跟操作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